大家好 我是狄狗 你看到這個影片這一集的話 會是我談完前面的這個 老日分的錄製跟來把Sector的錄製 因為實在太熱 所以就換了那個新買的襯衫 來做這個這集節目的拍攝這樣子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這樣子的內容 一是對我來說自己很親切 而且二是難度跟那個方便很多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這樣子 今天要來聊什麼 聊說 為什麼 你可以把事情解決好 你可能覺得你節省一些時間 結果到頭來也是浪費了更多的時間跟資源 我自己的切身之痛就是這一把琴 前陣子我直接焊接過的Super Switch 頻道上也有之前已經完成這把琴 換完之後音色到底如何 我來做一個分享這樣子 做一個紀錄 實際上就是這個小指測試法 非常的滑順 非常好用 這件事情對不管提升順暢 那不是心理馬力的問題喔 對提升這個順暢度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幫助 這就是你可以想幹嘛 就幹嘛 一彈琴不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你 寬的時候累了半死 這個很蠢嗎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令人難過的經驗這樣子 而且你看 原本這一顆舊的零件 你看是每一場的CRL啊 就是長這樣子凹進去的這個孔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它居然氧化成很卡 所以我就覺得很不解 就是你看你用一隻手頭拿你去翻動它 哪怕現在不在琴上面 它實在是不太好出力 你用大拇指才會比較容易一點的 可是這樣在彈奏甚至演出上 或錄音上 你就會卡那一下子 就會有 反正不是好事情的發生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我要拍今天這一集影片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次我非常後悔 這把錢我2020年的6月份買的 那個時候萬老伯 我爸剛度過一個硬勤的難關 後來他隔年還是離開了 但是那個時候那一年 成功撐過之後 本來我們萬念聚會 但他撐過那一關之後 我就非常開心 那時候接近我的生日 我就去 開心的買這把錢 我的第一把Fender 就是這一把老日分 也是我的第一把Stralcaster 這是一個有趣的緣分 不包含其他那個以前一把三千塊的那個的話 這個是我第一把真正的Stralcaster 但然後後來呢 歷經了一波 原本的那個 線路塞奈鳥 所以後來就是收了一整個 戶板的總成 回來做這個改裝 然後勒 這個那個Switch 問題一直困擾我很久 但想說反正你也是買二手的 而且 原本零件還可以啊 對不對 所以就應該是錯了 直到我真正入場了 入手了每一場的琴 就是 將近一年之後 甚至好幾年之後 我在正式確定說 甚至有時候不是每一場的琴 只是他用Switchcraft的零件 比方說什麼 EP4 Lasport 1959 那一把 巨龍色Lasport 頻道上有那把琴的影片 然後CTS的電路等等 就很明顯 原來 不必是每一場琴 你只要用料過半 他一樣 切起來會非常的滑順 那這樣的問題就來了 那這樣不就代表 這個真的有問題 所以導致後來 而且加上我有兩把每一場的Stradcaster 那這把琴就很容易就遭到一個冷落 哪怕 你看是每一場 這個Vintage 5762 兩顆 加上一顆Dimazio的這個SH2 都是 每一場實驗器 都是單線圈 不管你怎麼連接這些線路來講 他都是一把不錯的琴 但是這把琴我講過的這個 NUT Tremolo 整個SUTTLE 這個 就是 然後後面那個Tremolo 現在太薄了 導致他的長力現在很鳥這樣子 然後這樣 可能NUT的磨損啦 反正就是中間兩琴會打琴 在其他影片有提過這件事情 所以這把琴就很 顯得意見的遭到冷落 冷落不是說完全不碰他 而是就變成說 你可以彈琴的時候 你就會優先彈其他把琴 你看這個好笑吧 直到說 好啦 就是真的彈了很多把琴 然後換個口味 偶爾回問一下再彈這把琴 對我來說這次就想浪費 可是 忙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嘛 然後 像我之前講過為什麼要自己動手 因為 去等待 那個師傅幫你做維修 要排隊 然後心意越好的師傅就要等越久 等等的因素 再來就是我想自己紀錄 自己DIY難度等等 這一些 多重的因素之下 再來就是我想要趕快 裝完了開始談 我不想說 要裝完了我要等個半天 一天一個禮拜下去拿 之類的 就是我想馬上體驗看看 到底有沒有成功 等等問題 所以就知道如果你去給人家維修改裝 回來也是故障 你真的會起到 那個 一個狀況 我來訪日常的Jackson 遇過這種情況 我現在也在生氣 好 可是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去買來把3000塊的一匹風 Let's Paul回來 做拆裝的練習 結果後來跟我沒有拆到那把琴 但是我的Jackson後來就自己修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買了落體 真的是一個有趣的故事這樣子 後來就自己開始做導線 然後後來幫朋友做導線 之類的故事 後來又說回來 就是 它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狀態 欸等一下 我這邊補充一下 如果看到這邊代表大家有緣 因為這個不是標題上面的內容 但是我要順便聊一下 為什麼我會買兩把Stralcaster 一開始我想要去買美分 我想先入手 經典原味 這樣有這把琴然後被個同搞過之後 我就很想入手一把美分 可能而且 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任何一把硬核 的琴 我就一直很想好奇說 啊那美分到底 好不好聽 好不好談 之類的情況 可是那個時候美分的價格就一直很居高不下 就很鳥這樣子 直到 結果這個時候 另外一家樂器行 大特價 來把Stralcaster每一場出新 因為也是 庫存了比較久 然後一直沒有有緣的人把他帶進去 所以他弄出了一個很漂亮的價格 原價七八萬 然後弄出了五萬粗左右的數字 實在太漂亮了 太香 我就幫他帶走了 戴完之後我才發現 欸他是一個很有趣的系統 頻道上有相關的影片 最近有發現那個系統有另外的作用 但他就是Ceramic Pickup 後來才知道他是可以Tapper 至於那個Tapper到底是不是切蛋 以後我們繼續來研究 但是 實驗的影片 頻道上也有 歡迎收看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因素呢 我也覺得那把琴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這一台 每一場真空關 還捨不得買 還要過將近一年才捨得買下去 我會確定這樣有關 不要讓他繼續發熱 這樣有點愚蠢 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我就 那時候還是那一台Vox的小影像 但是我還是聽得出來 那把琴 聽起來不像真的 就是很明顯 我這把琴可以比 我有Terry 我有Jackson等等 那把琴聽起來 一直不像真的 真正的單線圈 因為我一直在講好奇 就是高級的 昂貴的單線圈跟琴 是什麼感覺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過了大概兩個月左右 我發現了另外一家樂器 也是一個因緣集會 突然間在特價 出琴美 每一場Stand 現在也沒了不用想 因為後來想去收也沒了 喔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用了每一場Straight 那我就再去買一把Terry 對不對 這樣子我就兩把每一場的 Fender Shotcaster跟Telecaster之類的琴 結果很不幸的 Terry賣完 喔算那麼失禍 可惡 後來我到今年 去年2023 9月10月 我才入手了這一把 每一場的G&L Assad Classic Terry型 但它是McLickfield的Pickup 又跟Terry不太一樣 那另外一種 現代版的Modafy 的吉他 好琴 但不是傳統的Terrycaster 然後後來我想說 嗯 那 好 既然都來了 我還是順便看看好了 欸 有每一場Fender 好啦就看看 然後就知道我有一把這把琴 那個時候對著這把琴很有陰影嘛 所以我那個時候一直不太喜歡這種死心的顏色 又硬氣就很鳥鳥的 看起來很廉價很像新手琴對不對 我現在也是這樣覺得 但後來 跟他的相處是另外一回事 好 而且那把Shacket是 Maple Neck Maple Fingerball 這把也是Maple Fingerball 所以我就很想買一把 玫瑰木子版 Rosewood Fingerball的琴 然後 我想看得到木紋 因為那把Shacket很漂亮嘛 看得到木紋這樣子 但可是那個有點太 Vintage有點太老 我只要一把比較 短短一點的 這個 可是 Gibson Last Paul 每一場Standard 那個很漂亮的 甚至你要再加錢去升級這個面板的峰木 從2A升級到3A 3A的這個面板 甚至Custom Shop的4A 買不起 所以 好啦我想要買一個有 看得到顏色 加那把日常 雖然那個日常這個神是貼 峰木貼皮 但還是很漂亮 的情況 我想要買一把 漂亮的琴 結果剛好看到那一把 其他款的 這個 Strawcaster 要不就是 10星的 我記得是藍色 或10星的紅色 或是就是這個 紙板 剛好是 這個峰木的紙板 那如果玫瑰木的紙板 選擇也不多 剛好 H body 可是 而且我一直想買 L的body 為什麼 因為這個body 呃 這個 材質不明 然後那把每一場 是沼澤沉木 Swap ash 所以變成說我一直不知道真正的elderbody到底是什麼聲音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哈哈哈 結果 所以那個時候想說要買elderbody 結果一直 就剛好各種 你要玫瑰木的紙板 就沒有elderbody 就沒有elderbody 就是10星的顏色 啊 你要有漂亮的顏色 Sunburst 夕陽漸層 就只 然後用玫瑰木的紙板 就只有H body 然後還要再加錢 我就 忍痛上 現在想想應該多收一把elderbody 哈哈哈 因為那架子真的很漂亮 再請這樣子 於是呢 後來就 為了變成講這個 這個影片 這個 這一集又不是要講這個 於是後來 我還是太喜歡那個顏色 就 好啦 加錢就加錢 我就打包 於是導致我的strawcast 都是H body的 實在是很有趣的故事 所以導致我有三把Straight 可能後面才有 第二把Tally 的這種感覺 甚至我未來在上每一場custom shop 我現在也在考慮說 到底要 買strawcast還是Tally 還是一些比較特別的型號 比方說Jaga 或Just Master 之類的 因為 它相較來說更少見 然後也更少 小廠 小品牌 手工廠 願意去做 因為可能是我猜銷量的問題 所以 例如說我這樣射 我就直接做strawcast跟Tally就好啦 對 我覺得主要的人 百分之我才不要80 可能90 95 都彈這樣這種琴嘛 他們連Las Paul甚至都沒有在做 對不對 大概是這種感覺 而且你看又方便又好組裝 然後這些 通用性又夠高 而且 又好看 然後標誌性也夠強 阿真的可以把 那個Straighter 講說 可以把那個 Jaga跟Just Master 彈到 真的很動人的人 又偏少 真的 這些大師的偏少 不是說沒有 依然很多 但是 你說對消費者來講 依舊是這個strawcast Style 的吉他跟 Tally的吉他最多人買 甚至 這個strawcast 而且這樣它是Bose on的色的吉他 它不是那個Las Paul 形要插進去 那個成本就不一樣 所以 也我猜因此 所以大部分人都生產 這樣 這個型號的吉他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有機會買 Fender Custom Shop 說不定 Jaga跟Jags Master有比較漂亮的醬 拜託讓我得個大獎 我就來買 好不好 嘿 的情況 所以因此 大家都比較常買 這些類型 所以也是導致他們醬很硬 當然 好聽好談也是一個問題 也是一個 因素 不能說問題 主要的因素 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基於這原因 所以我在猜想 Custom Shop 到底要買什麼型號 而且也要遇得到再說 不然我們概念上很理想 實際上找不到 或是價格差不多 那該怎麼選 我可能還是會選稀有 我的想法 我因為加上說 你可能買了Jags Master 你會升級很多東西 加一加也是一筆錢 我一直現在 一直很推崇 這個 一次到位 原廠都幫你做好了 不需要在自己做改裝 不管你是找 就算你找信的過 師傅幫你改裝 你一樣需要花時間 而且還要定制 還要 等時間 還要花時間 去 買材料 真的從海外 既然要花很多時間 那都是一個成本 那這樣子 真的有必要 也不是有必要 是值得嗎 那為什麼你不 一開始就買一些 更一次到位的型號 真的你得去 等美產 的二手 有一些比較冷門的型號 像Gibson也有 我知道 不管是 Lasport Special 或Junior 或Doublecut 之類很多的型號 或是像其他 你看LPJ Tribute Classic 他的價格都會比Standard漂亮很多 或是一些很特別型號 等等的 甚至連SG的價格都會比 Lasport 軟很多 就沒有那麼硬 當然Lasport 我們當然喜歡嘛 所以就知道 那個 很難 居高不下 的那個概念 啊Fender也是 所以你一些比較特別型號 很容易就有打到骨折 之類的感覺 那一方面這個也是為什麼買Fender跟Gibson的原因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保持性 脫手容易度 相較來說 容易很多 因為買家 重點不在於買家到底多懂琴 或多會彈琴 重點在於 他越不越花錢 接手 你手上就把琴 甚至連Fender Custom Shop 或Gibson 都沒有那麼好賣 更可能是其他 大眾更不清楚 或是 不了解的 廠牌 來講 到底賣賣掉脫不脫了 這才是真正的關鍵 不然你說 價格保值 怎麼樣 成交了才是真的嗎 對不對 所以在買琴的時候 推薦各位朋友可以先想一下這個部分 這樣子 好啊今天 分享就是這個 加很多的雜談 跟心得分享 我對我來說最大的遺憾就是 這個東西你竟然可以早一點解決它 為什麼你不解決它 對我最愛講 而且你看 一動手 其實你明明就完成了 很容易就可以 解決這個 Switch開關的切換 啊錯了就到不了的放著 也不會比去送給樂器行 可能還要排隊等更久的時間 錯了 就改回來就好了 一次沒有到位就兩次到位 三次四次 五次跟十次 好不好 你要把它弄壞掉也是蠻困難的 我的經驗裡面來講 而且我是菜鳥 新手 我自己 這個改裝維修這個吉他都不會失誤了 我想會失誤應該有點困難 這是我自己的觀點 在情況下 所以我自己換過這幾個part 之類的感覺 我還是有點可惜說應該要更早解放這把錢 因為 很顯然的在於這個outface 我覺得這是一個意外的禮物 當然在於這個零件很貴 這個5Way Switch的零件價格實在是居高不下 隨便都破了錢 我的情況下來講 甚至你如果含工帶料可能要將近2000塊 就一直不太值得 你懂嗎 然後這樣其他東西都其實都到位了 你說要改他 是不是你又想改個拾音器 又想改個什麼XX 神奇精品 等於留下可能家家要花一萬 之類的好像不是那個能逼啊 所以一直都沒有動它 但也因此讓這把琴的 出場機率小很多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也會想說那改完真的有差嗎 不只單是未知的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來講都是事後談 你事後再來馬後炮 事後諸葛 就那我也不找你換 但你在當下你真的很難抉擇 說到底值不值得 不然如果你花了幾千塊 是不是光買材料跟自己的時間自己的工 你中間花成本 如果你又沒有一次到位 那可能又花更久的時間 那這樣 換這個到底值得 而且換完你會不會更常談他 答案是問號 之類的感覺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各種的拖延之下到至今 入手將近四 快要四年 2020年六月買了 現在2024年的三月份 三月中 來講 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到底值不值得 終於將近四年歲月 跟極低的出場去之後 他終於修好這個部分 這把其實要解放 真的有完全體 護把我已經不care了 你看 11個孔可以鎖七八個 我已經不care 就是這個 Tremelo系統實在太鳥 加上這個NUT我有點太低了 之類的感覺 然後這個 之類的 加上我很不爽這個木頭 就是你看不到八滴 當然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東西沒有到位 所以彈起來感覺 整個手感 右手感覺 左手感覺 就會很差 加上還有這個三四弦 因為太低 這個不明顯耀的 這個沙頭 下弦枕 導致 這兩條弦一直調不高 所以變成其他弦如果perfect 這兩條就 會打弦 甚至會死音 Death note 如果這兩條剛好其他錢 就會高到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談 的一個情況 是有點麻煩 所以是還在 思考當中 也因此 各種加在一起 所以就是 還要完全提 我是可能想要去改個軟漆 但是軟漆又要排隊啦 應該要去除 然後如果裡面 卸掉之後發現 這個木頭品質不太高 那現在還要花錢 去改漆嘛 好問題 至少目前 我的經濟狀況來講 不允許 做一個比較奢侈的消費 當然如果改漆 我想把它改成 應該又是夕陽漸層 或是Sunburst 就至少看得到木紋 那如果我發現很多塊 而且是醜醜木頭拼結 那就會很生氣 那也不如保持這個顏色好了 或是Nitro 你想要讓它relic一下啦 一些特別顏色 所以大概要萬 大概都要萬元 左右剩七八千到萬元起跳 光八底 那加上如果你 自己不會重新重接線路等等的話 你可能又要花很多錢 去請人家把這把琴 裝好 裝好之後 就要顏色改完 漆改完 你還是沒有解決這個 Nutton 跟這個Tremelage系統 這樣花一花大概要花 將近兩萬塊新台幣 才可以讓這把琴 呃 不能說重 那個重返榮耀 應該說讓它發揮它該有的樣子 木頭的音色 彈琴的手感等等 不然 音會一直跑掉 會一直不太準 然後 會打弦 然後這個因為打弦等等 又影響它的整個 彈 整個Tension 整個彈性的手感 多重因素加在一起 就變成說 對你要讓它完全體會有 一點成本跟時間的需求 再來就是一直在講 那個那個就更值得思考 你看一個一兩千塊的 開關 花了四年才到位 那麼至於讓整把琴 或是到底有沒有必要做 整把琴的 浴火重生 好問題 真的是好問題 Nut 事情小 好解決 但是一下排隊 那這個Tremelage 我又怕它是早期老日常 所以奇怪的特規型號 那我就完蛋了 變成你買了一組 可能是沟通 或是好的 很棒的這個搖舟系統 這個發現裝不進去 因為它既不是Modern 也不是Vintage 那就完蛋了 最怕這個 如果只是單純買錯 可能 可能是Vintage的 這個Size 這個 間隔 就跟你買成Modern版 可能它可以賣掉 或是你是Modern買成Vintage 但如果它兩者 不是那真的玩 哈哈哈哈 就變得更費工 你又要用別的方法來扣孔 用別的方法來填滿 我覺得那個實在是得不償失的感覺 簡單說分享一下心得 但是像這個Switch的事情 我還是有點後悔 我應該早點做 早點讓它變成現在的狀態 至少這把型 撇除以上全部的狀況之外 在彈奏上 我可以隨心所欲切換我要的這個 Pickup的段落 來做這個彈奏 就可以很舒適的來做這個 分享 不管是分享啦 錄音啦 甚至演出 所以這把型已經好久沒有去演出了 從2020年 最後一舞之後 就再也沒有演出過 這把型 現在想起來才有趣 當初剛買的時候 我真的很害怕 要做系統 或是什麼斷弦 結果這把型買完 終於沒有斷過弦 我上次斷弦可能快十年前 就那種感覺這樣子 好 先簡單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樣影片內容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對我來說就非常大的幫助 然後如果你有哪些斷朵 聽到某個詞 你可能有點好奇 或講得不太清楚 歡迎留言給我知道 或是你想知道什麼 更多的故事 更多的內容 或是哪個部分 更多的細節 也歡迎留言給我來優先製作 或補充 回復給你 那方面的資訊或消息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第九星期 再會 感謝大家支持 我要繼續加油 拜拜